高举中华民国国旗 上百人走上比利时布鲁塞尔街头 大喊台湾Can't help 会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出欧洲外馆最近号召 侨胞和留学生上街 举办见走活动 尽管是上班上课日 不少侨胞和留学生 带着国旗标语赶到布鲁塞尔集合 有人更精心打扮成三太子 刚一国街道充满浓浓台味 游行气氛热烈 比利时多位国会议员 河友帮助欧盟大使也现身支持 我们今天来帮助台湾 展示给世界上 举办明信 台湾应该来召向美国贵盟集合 参加职业联系统 参加职业联系统 我明白台湾是下降 有很大的壓力 由共產黨的抑制 不讓世界上認識 這是一個大大的恐怖 我會說這是一個大大的恐怖 因為台灣是一個 一個真正的國家 在西亞洲的一天 同一天義大利羅馬地標 人民廣場也十分熱鬧 羅馬僑胞熱情走上街頭 國旗希望讓台灣被世界看到 也唱起一首首快智人口的台語歌 為台灣打氣 我是外交生涯33年 第一次參加街道遊行 非常興奮 把我的第一次獻給羅馬 第一次的街道遊行 遊行當中除了遇上瑞士學生 熱情聲援台灣 義大利國會友台議員馬蘭等人 也到場立體 謝謝為了這裡 為了舉辦這個表演 並非只為台灣 而是為了民主 為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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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人權 希望喚起國際 對台灣健康 人權的支持 牽連遷 為都是英國健康 國際疙 Igor